本土疫情冲击各项经济产业 台北市长柯文哲拍板 挹注4200万元 推出不用商市场 生鲜送你家计划 让市场与外送平台合作 同时也鼓励市场摊商 加入外送平台 我们不要幻想 在后疫情时代 所有的产业还是要回到以前的作与模式 所以目前政府会这样想 甚至我们就把这个 纾困跟振兴的钱 合起来想说 我们是不是如何让这些产业 可以直接过渡到 后疫情时代的运作模式 所以比方说 在这个传统市场 餐厅夜市 我们过去都是说 我们怎么让大家可以再把过去的顾客找回来 但是我现在有个想法 如果在这个疫情要拖 甚至要拖到半年以上 那大家也不太敢去群聚吃饭 那我们还是要解决方案 什么方案 电商加物流 所以我们在想说 那 疫情有补贴每个夜市 每个餐厅的钱 我不是把那个钱 来补贴他们 去跟物流业者合作的费用 让他们可以尽速的挑到 可以用电商跟物流来运作 我们针对有税级跟没税级 有两种的补贴方案 那么有税级的登记者 那么每摊每月 可以补助到50%的服务费用 那换句话说 每摊最高1万元为上限 那无税级登记者 每摊可以补助到25% 那一次5000元为上限 那最主要是 我们在传统市场会 跟这个设置了一个 固定的外送的服务的平台 那么来接受这个接单 然后会有专人的这个减货送货 来达到 把这个传统市场也做一个转型 那么来跟外送平台来合作 让更多人可以在这样 无接触经济的情况下 那么可以利用外送平台 来得到他所需要的 各种生鲜的支持 柯文哲指出 防疫纾困振兴 是以前政府面对疫情的想法 但他认为 不如将纾困和振兴合并 让产业尽快适应 后疫情时代的作业模式 让更多摊商加入 无接触经济 记者温俊台北报道